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一下镜面类的材质 同样的老操作对吧 双击创建一个材质条 有点卡了 哇 这样崩了 刚才崩了啊 没关系 咱们继续讲 这一刻我给大家讲了这个镜面了 镜面的话就是想讲玻璃 因为玻璃最简单嘛 可以把它颜色关掉 然后开启它的一个透明 最能给它改成一个玻璃就OK了 因为它玻璃折射率就是这个嘛 如果你要不开它的话 它跟空气很接近 它没有任何这种折射率 这个时候给它来个1对吧 这样的话只有一个高光 这折射率没有的 赋予给它 然后去渲染看一下 好 这样一个玻璃材热调好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当然我现在没有给它交散 OK 继续来调第二个 第二个材质的话 调一个这个水面的材质啊 水面材质因为也比较简单 给它一凹凸 然后呢去加一个灶波 这里先停止渲染 不然速度太慢了 什么样的文理你可以自己选 你用噪波也行 或者你用一些这种其他的也可以 都可以 它有很多种类型 你可以自己选 用这个吧 全域缩放OK 这里又不调它的 如果你要想它有动画的话 你可以给它开启一个动画速率 然后这里给它来一些移动 这样的话你去播放的时候 它这里是会有一个 呃 造波动画的 你可以自己进行一个更改 好 强度可以稍微 这个 我一点点 给它一点 时差不长 然后它颜色 你就不用去管它 因为咱们是透明的吧 就给它关掉就行了 现在就只有高光给它来一个水 啊 这样就是一个水面的材质 这是有这种波纹波浪的一个材质 如果你要不想它有这种波纹的感觉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凹凸给它关掉 那实际上就跟那个玻璃差不多嘛 对吧 这么一个东西 那你要想它这个水 有一点颜色的话 这样来讲 咱们这个不会有什么明显颜色 比如说来一点点颜色 你就可以在它这个吸收颜色里面去调整它 吸收距离我就不改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就已经 不够了 好 扔给它 注意吧 之前这个材质我给它删掉啊 再来渲染一下 Shift加R去渲染一下 去渲染一下啊 看一下 那就是水面材质 然后这个凹凸的波纹大小呢 你可以在它这个全域塑法里面进行更改 比如说我想把它改大一些 或者改小一些都可以 OK 那水材质的话呢 就到这儿 比较简单 那再来调一个磨砂玻璃 先复位给它 磨砂玻璃的话呢 会稍微 麻烦一点 也不麻烦一点 就速度会慢一些 那首先呢 这个突然的开启它的一个透明 给它来一个玻璃 玻璃 OK 然后呢你要想它磨砂玻璃有一些颜色 你可以给它来一点颜色 吸收距离呢 这个咱们讲过 它这个吸收距离越短的 它这个颜色会越浓一些 看到了吧 这里给个60 就OK了 然后磨砂玻璃呢 自然呢 它需要有模糊 给它一个20%的模糊就行 如果你要想 更多一些也可以增加 但模糊值越大 渲染速度越慢 然后这里不需要去给它加反射 你就把它这个透明度 给它沾点粗糙就可以 把它透明度也粗糙 这样的话这个磨砂质感 会更强一些 凹凸呢你也不用给 这样就OK了 然后这个颜色 你也可以给它直接关掉 就调好了 就非常简单 但是渲染的话会慢一点 前面呢给它删掉 看一下效果 会稍微有点慢 这种磨砂玻璃的感觉 可以看这个 好这这俩现在都预览不出来 我就关掉以后 怕一会又崩了 这个还是挺容易崩的 好大概这种效果 但它还没有渲染出来 那还有一点 就是如果你要用这个物理渲染器 你做这个磨砂玻璃的时候 你这里你觉得噪点特别多 你可以把它这个模糊细分给它开大一些 例如说给它开到5或者6 7 8 9 这你随便你 你开的越大的话 这个处理这个噪点细节 就会越好一些 它就会更加柔和一点 就不像刚才这种大噪点 对吧 这个但它计算起来 速度会更加慢很多 我这里用的是这个递增 那这里就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 可以看一下 所以说呢 咱们这个用物理渲染器 或者磨砂玻璃的渲染器做的时候呢 它主要就是虽然速度太慢了 没有其他特别多 等它这个递增进度去增加 但逐渐的呢 它这个 就里面这个噪点啊 效果就会越来越不明显 处理会越来越好 那这里我就不去等了 就说一下磨砂玻璃怎么去做的 可以对比一下之前这个 对 好 这里还是先给它改小一些 大了 它渲染慢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薄膜材质 薄膜的话呢 它呢 我其实就随便分了一下类啊 就分到镜面里了 它其实属于这种反射之类的东西 好 那首先呢 同样不需要它的一个颜色 我先付给它 反射呢 去给它添加GGX 在它这个层颜色里面 给它效果添加一个包膜 好 这里呢这个包膜材质 它就已经出来了 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在这呢 你可以去改它 当现它的一个颜色 就它这个厚度纳米 你看比如说我给它改到一千 它颜色会稍微弱一点 就淡一点 它就色系呢 就会有一定的变化 然后你要给它改的更高 它这里会一层一层一层的 可以在这去更改它 包括呢你可以改它这个 像菲尼尔一样 它的一个这个范围 它折射率嘛 然后光谱采样 你也可以去增加的 那这个细节呢 就会采样的更多一些 好 主要呢 就现在这个太暗了 太暗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反射强度 给它增加亮一些 这样它就会很亮 我再看一下 对吧 这样一个薄膜材质就做出来了 这么一个效果 那同样的像这种东西 你是可以给它动画 比如说你给它开启一个关键针 对吧 给它动画 它的薄膜材质表面 就会有一个动画的效果 OK 好 然后这一课呢 咱们就把镜面里的讲完了 下一课呢 咱们把发光和织物放在一起讲 因为发光的东西它也并不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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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